跨别十年 谭永林终于推出她的最新华语专辑 《最爱笑的人》 一身帅气的她出现14号的《花片记者会》 距离十年才发华语专辑的她表示很紧张 希望大家可以喜欢这张不同以往风格的专辑 今次有十年没有推出一张全华语的唱片 心情很紧张 会紧张 会的 会的 因为不知道自己有没有看错 可能是以前的中国和自己的中国 但是在新的这张唱片里 我希望以我们唱片里的不同的风格 一听的话你觉得跟以往的完全不一样 希望大家会喜欢 最重要的就是 我希望我做国家来到 对了 当天 但卉会这张专辑安排了简单的破冰通介里 预祝她唱片打卖 《最爱笑的人》 拜拜 《最爱笑的人》是张具有独透中国风格的专辑 集合中港台制音乐人全力打造 谭永林表示 会有这种概念是受了中国歌手刀郎的影响 她说如果有机会的话 希望可以和有独特风格的歌手或音乐人合作 很多人问我是不是刚刚十周年香港违规 所以你才唱作一张唱片出来 我可以跟大家说完全没有这个概念 只是之前没想到怎么做 没想到应该要怎么去制作一张全华语的专辑 后来跟刀郎合作以后 发现灵感从她那边过来的 她的民族的感觉很重 而且乐器的很独特 所以我在这张唱片里面都把全中国很多不一样的 大家南北的一些乐器都放在里面 比如说索纳 谭波 二胡 琵琶 杨琴 笛子 销 还有等等 二胡等等 都放在音乐配音乐方面 所以出来中国的风是特别浓厚的 当提及谭永林的一些经典歌曲 常被欢唱成不同的版本 风趣的她 现场清唱了一段泰语版的爱情陷阱 年年都是25岁的谭校长 激励多年的演艺生涯 是否有退休的打算呢 我曾经答应过我的歌迷说 有一天只要他们需要我再唱 我到80岁还会再继续为他们唱 所以我跟大家讲 我说永远25岁就是 有一天你发现我跟大家宣布 我今年已经是26岁的话 就是我应该开始明 那个退休的那个想法了 所以我还是很高兴 会很大声地跟大家讲 我今年还是25岁